社會上有很多案子都是這樣子 可能等待司法太慢了 不如我自己來 所以大家就會提上說 不如我們就來施行正義吧 其實我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我並不是要合理化我的行為 錯就是錯 違法就是違法 但是如果今天為了當事人的利益 我們必須得去冒風險 我們還是會願意去做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職業 有些當事人 如果我們不去為他做什麼 他的心裡會一輩子過不去 像我認識一些可能兄弟人 他可能年輕的時候是 他的課業很好 然後非常的優秀 因為被霸凌 然後他們走上兄弟這條路 甚至後來去殺人 因為他們想證明自己 他不想一直被欺負 所以其實像霸凌這樣的事情 是可能會造成他一輩子的陰影 如果有人被欺負的時候 有人可以站出來去幫他 不管這方法是 可能不被現在目前很多社會 普羅大眾所接受的 但有人可以保護他 幫他 很多情況就可以避免 嘿 我在馬現場 帶你用實驗直擊 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 陳峰德 生活中的儀式感呢 不能少 香氛蠟燭絕對是你 裝高級的入門首選 之前提過的瑞典爸爸 Vana Candles 所推出的幾盒暖燈禮盒 除了上次分享 可以在睡前使用以外 我最近也會在洗澡前 就先選一個喜歡的香氛蠟燭 打開暖燈之後就去洗澡 出來就以為自己在高級的SPA館 暖燈取代迷火的危險性 這個優點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更酷的是 暖燈還可以透過按鈕的調整 來決定香味釋放的程度 調亮一點 香味就釋放越多 搭配上金屬霧感的暖燈架 擺在家中的隨便一個角落 這個暖燈就是個藝術品 瑞典爸爸畢竟來自白鵬 別的不敢保證 但外觀絕對是最頂的 這款禮盒呢 還有白色款 紅色款 但可都不是普通的白色紅色 白色乍看之下是普通的白色 但細看就發現呢 它是帶有一點灰調的霧白色 紅色款呢 裡面搭配的則是定藍色的暖燈 市面上呢 很少看到這個顏色的暖燈 我覺得這一款是最適合聖誕送禮的首選 那原價3170元 聖誕限量包裝只要1990元 送出這個禮物 保證你比Vana Kindles的暖燈還要再更暖 另外一組嚴選的限量蠟燭禮盒 上一次介紹過其中的一款五小幅禮盒 週一到週五隨你心情變換 另外一款則是兩顆不同香調的大蠟燭 適合喜歡固定香味 但又偶爾有點變化的你 裡面送的蠟燭金屬托盤呢 也很漂亮喔 我直接拿來當作家裡門口玄關的鑰匙盤 質感也是upup喔 那原價3470 聖誕限量包裝只要2100元 兩款禮盒一樣輸入折扣碼 ET today 都可以再打88折 折上折達到你古折 很感謝推薦給案發聽眾 那老聽眾聽到現在都知道 有許多的謀殺案件 都是跟恐怖情人有關 比方說失信成行刑事殺妻案 又或者是像王宏偉情殺案也是喔 有時候已經知道對方是恐怖情人 但不知道該怎麼擺脫 最後才會演變成悲劇 以前發生過那麼多案子 我們聽了那麼多 未來這種案子還是會繼續發生 不過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話 你又會怎麼處理呢 哪怕是案發聽了這麼多集 恐怕我覺得喔 我們可能都不一定能夠想到最好的決策 除了我們過往提到 可以搜證啊 依照跟騷法向警方報案 以及慢慢的突破理由 盡量不要去激怒對方之外 現在又多了一個選項 就是找專業人士的幫忙 這集我們就請到真心社阿宅 謝志博來跟大家聊聊 恐怖情人的故事 直播哥你好 風德兄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水智博哥 通常你們自己接案的話 會不會有時候遇到 偽托人本人就是有 他就是一個恐怖情人 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像我們剛剛上一集有聊過 就是有一些案件 只要是他提到說他要找他的老婆的 或找他的前女友的 我們就會非常謹慎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們曾經業務接到一個案件 這個男的 偽托人是一個男的 他告訴我們說 他想要找他的前女友 他告訴我們說 他跟他前女友分手兩個多月 然後他覺得非常懊悔 他想說要再一次的跟他前女友說 謝謝他這幾年的照顧 然後非常感謝他 也要說對不起 他沒有符合他的期望 這聽起來很不錯 感覺是一個想要跟前女友好好道別的人 這樣的男生我喜歡 對就合理 合理的理由 當然我們業務就接了 但是這時候我們在調查過程中 發現有一個比較意外的地方 就是他告訴我們他前女友是在台北 但是我們調查結果發現 他前女友已經到花蓮去了 就定居在花蓮了 我們想說 這麼短的時間內從台北搬到花蓮 是什麼原因 當然我隱隱約約覺得說 可能是在躲什麼 在躲什麼 當然這是一個念頭 我沒有去懷疑到我們委託人身上 後來有一天就是我們 找到資訊之後 有一次他的女朋友前女友就搭著火車 從花蓮一路搭到樹林 然後轉到桃園 那當他買車票的時候 我們就有看到 那我們就跟我們當事人講 我說你的前女友現在好像要去桃園 那你要不要就是 就是就等他等他從火車站出來 你把你想要說的話跟他說 來個不期而遇 對 後來我們就他就說好啊 太感謝你們了 後來他女朋友就去上廁所 去女廁上廁所 那我們調查員就跟他的業務 就告訴我們的當事人就說 你女朋友現在去女廁 那待會等他出來 你就可以把你想講的話 好好跟他講 但是千萬不要嚇到他 那這名當事人就非常的感謝我們 就說你們辦案效率真好真高 謝謝你們 我終於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覺得說聽到客戶稱讚也很開心 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辦案效率覺得自豪 那後來當天晚上我們這名業務 就接到我們桃園後站大樹派出所打來的電話 什麼了 就說有一名女性在火車站的廁所被襲擊 就請我們這個同仁到案說明 為什麼他會調查到你們同仁身上呢 可能就是他這名委託人公出我們 當初是委託我們知道這個資訊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那其實當下我們同仁知道這個消息 其實內心是又震驚又生氣又難過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說會害一名女性 可能可能遭受到身體的危害 對因為當初他只是想說要找他好好道別 他所講的是這樣子內容 對那當然後來我們就側面了解說 這個男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什麼前男友 可能就是一個就是變態的跟蹤狂 是 就是莫名的覺得說幻想這個女的有跟她在一起 然後不斷想要掌控她的行蹤 限制她 所以這女的才會躲到花蓮去 哇才從台北這樣搬到花蓮了 就是為了躲她 就為了躲她 所以其實在我在後來像我們有去 現在婦女基金會演講 教怎麼樣去擺脫恐怖情人 對 或者是擺脫跟蹤 那我們有在跟基督教婦女會在聊天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講座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講座 現場都是一些可能受受爆的婦女 對 他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各自的故事 像有一名女性 她可能已經換了好幾份工作了 但她的前男友還是會 時不時出現在的周遭 讓她防不勝防 那有另外一名女性 就是她跟她先生已經離婚了好幾年了 她先生當初也是外遇 然後她才不得不離婚 但她先生不讓她交其他的男朋友 她先生一發現她要交其他男朋友 她先生就會去做很多不理性的舉動 去介入 想要去把對方打斷的關係 譬如說她會去戳破對方的車 側的輪胎 或者半夜瘋狂敲她家的門 說你在跟這男子交往就死定了 所以他們其實每個人都非常的害怕 然後她可能就希望說 我有一個方法可以救他們幫他們 這應該是在跟騷法還沒有上路前的事情嗎 其實跟騷法上路跟上路後 上路前跟上路後 當然上路後有一些更多的管道 可以協助我們的當事人 對 但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當事人自己要願意採取行動 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當事人他會覺得說 我如果今天去報案了 我今天去協助了 他會不會對我家人不利 他會不會對我不利 他會對我小孩不利 他們會害怕 他們的恐懼會餵養對方 然後把對方的影子餵養越來越大 但事實上對方其實就是一個小小小的 通常都是一個小小的小老鼠而已 好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所有聽眾朋友 如果你有遇到恐怖情人 或者被家暴 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對待 不要用你的恐懼去滋養他 餵養他 站出來 可以有餘求助 對求助 那除了這樣的狀況之外 我相信有更多的狀況是被害人來找你們的 可能是被害人他遇到的恐怖情人 不管這個情人是男生是女生 那來找你們想請你們的幫忙 因為你們算是專業人士嘛 他們也不知道說怎麼樣去擺脫這樣的另外一半 可能曾經愛過對方 但知道對方是不適合的 那對方就一直巴著自己 然後想要甩也甩不掉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到底怎麼樣去離開他們 有志博哥比較印象深刻的委託嗎 其實印象深刻委託到蠻多的 因為其實一般真心社不會做這樣的服務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做 我先跟各位報告 就是擺脫恐怖情人其實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很多恐怖情人 他會不斷的說 因為我為了你 我犧牲了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你不能對我怎樣怎樣 他會講的冠冕堂皇 他會講的抑震慈嚴 所以擺脫恐怖情人 有一個非常常用的方式就是 我要破除他的正當性 假設劈腿的是他 假設犯錯的是對方 那他自然而然就無法講的 那麼冠冕堂皇 一陣辭言 是 你有合理的理由離開他 第二個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欺負我們當事人 善良心亂 我們舉一個比較誇張例子 假設今天我們當事人 不管他是男性女性 他可能背後是 他可能是某某立委的孩子 或他可能是某某裁罰的千金少爺 他的另外一半敢這樣對他嗎 或許還是會 但機率小得多 所以很多當事人他會被欺負 原因就是因為一方面他自己無法硬起來 二方面是對方欺負他 背後沒有人可以保護他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轉移對方注意力 在我們處理的過程中 譬如說對方可能今天生活沒有重心 他的世界就圍繞著我們當事人轉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讓他為了其他的事情疲於奔命 那他這個情況就有機會可以緩解 對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可以協助我們當事人去擺脫跟踪 或者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我舉兩個例子就是有一個當事人 他是一名軍人 那他本身有性成癮症 他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庭 或許這樣強力的性需求 他的妻子已經沒辦法滿足他了 所以他到處的想要去找人去發生關係 沒錯 那因為他本身有性成癮症 他又不想要花錢去尋花問流 所以他就在交友軟體上面尋找一些 可能在婚配市場比較沒有競爭力的女性 因為他想覺得這樣子可能不用花太多時間跟他們聊天 就有機會一個月出來 因為他身材不錯長得也蠻帥的 後來他有一次就踢到鐵板 他跟一名女性去汽車旅館 顛亂倒縫之後 那這名女性就要求他繼續跟他發生關係 這名女性這樣要求 他說如果你不繼續跟我發生關係 那我就要去告你妨礙性之俗 我就要讓你身敗名裂 他等於是喜歡上這一位軍人 覺得他很喜歡他們的這段關係 或者是這個性行為的過程 對 那其實我看他們對話 其實這名軍人一開始就表明說他有家庭 他有老婆 他並沒有欺騙他 一開始也建立在就是雙方就是我就是 你情我願 對你情我願 然後不是長久關係的狀況 但這名女性可能就因為知道他的身份 知道很多軍人其實如果一旦有訴訟 他可能就要先被停職 那我在進一步的說就是他就很害怕 他就被迫的就是只能去配合這名女性 但他覺得非常痛苦 因為這已經違反他的意願 就是在這種恐懼 就是這種威逼之下的 對 然後這時候他突然他告訴我 他告訴我他突然醒過來 他覺得說天啊 我竟然背著我的妻子做這些 倭促的事情 現在終於我報應來了 他就說他很害怕 他說能不能請我幫他 就是不要讓這個女的去 真的去做什麼事情 去傷害到他的妻子 跟傷害到他的軍旅生涯 他說他軍旅生涯其實就算結束也沒關係 但他很害怕他的妻子知道 那後來這個女的宣稱說 他跟首都市長很熟 然後宣稱說他是都發局的誰誰誰 那我就進一步去調查 我接下這個委託之後 我第一步要先調查 我先了解說這個女的 是否真的如他所說 真的有這麼多的背景 對這麼多的背景 然後這麼多本事 如果他真的有 我們的計畫要更詳實 更細緻 那後來我調查之後 發現這個女的 現在目前是待業中 根本就是一個無業遊民 然後騎著一個破爛的小綿羊 就是這名女性可能已經50歲 我們當時人其實才30出頭歲 就是一方面我也証異於說 你竟然為了性成癮症 真的是吃得很開 對吃得很開 那反正我們就了解這女生背景 然後再調查一下她的狀況 其實就是這女的虛張聲勢 沒有如她所說有這麼的背景 另外這個女的就是宣稱說 自己是法律相關科系畢業的 她知道有很多方法 可以弄我們的當事人 但是後來我們調查結果 發現也不是 她不是法律相關科系畢業的 包括她跟我們很多當事人的對話 都是法律常識觀念很薄 甚至有很多誤區 那我就大膽的行動了 那我怎麼做呢 就是我一開始要先造成 這個女性的困擾跟麻煩 就是我要讓她疲於奔命 你用的是第三個方法 對 就是先譬如說可能 這裡面這個節目可以講嗎 我們隱晦一點 總之譬如讓她的摩托車 可能就無法開 無法騎了 或者讓她可能有時候晚上 不得不起床 起床回應一些電話訊息 我大概想到是怎樣的一些過程 就是我要不要讓她的所有的重心 都想著我們當事人 因為她可能沒有享受過這樣的一些滋味 那也覺得她不想離開這位軍人 不想離開你們的當事人 所以所有的重心都圍繞在她身上 然後不想她離開 就假冒成自己是真的很有背景 假冒成自己真的是很懂法律 想要去弄死她 當她有更多的事情要去處理 要去煩惱 我有行車就分 對方有打電話來 要去騷擾我的時候 整個世界不一樣了 沒錯 沒錯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這種恐怖行人 她本身生活沒有重心 所以我們讓她心思 往別的地方飄去 那再進一步講 就是這名女性 在跟我們當事人對話裡面 其實就已經有恐嚇了 恐嚇最成立要件就是 不管是針對我們的自由 健康 名譽 財產 加以恐嚇 那個就是可能構成恐嚇罪 對 那這女的在對話裡面有強調說 我要讓你身敗名裂 那就針對名譽的部分了 我除了一方面讓這女的 女的就是可能分心在別的地方之外 當然她這時候已經對我們當事人的 騷擾已經降低了 當然有更多的事情要去處理了 是 那接著我就是把 就是因為他們還在教軟體上面有對話 就把這對話拉來 由我來跟她對話 我告訴這名女性 我是這名當事人的親友 那這名當事人現在已經不會再跟你對話了 那如果你有什麼事情 我們去派出所聊 派出所聊 她就說 你今天你憑什麼跟我對話 你是誰誰誰 我要告她妨礙性之主 我就說 你告她妨礙性之主 我認為是告不成 因為包括他們去汽車旅館的影像 我有請當事人去想辦法把它留存 是 再來就是那個女性出來 汽車旅館的時候 還跟汽車旅館要了兩瓶礦泉水 所以說這個種種跡象 她要告她就妨礙性之主 有難度 我就說你能告不告得成我當事人 這是 不要說當事人 我說告不告得成我弟弟 這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要告你恐嚇 絕對是綽綽有餘 她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告恐嚇 對 沒有錯 因為她可能 她就宣稱自己很懂法律 我就說如果你稍微懂法律 因為我看你也不是法律系畢業的 當然我已經知道她不是了 我就說如果你真的稍微懂法律 你就知道說其實我們要告你恐嚇 應該是綽綽有餘的 那如果你真的不信 我就派出所聊也沒問題 對 那這時候我當然要還有很多 談判的技巧要用在裡面 譬如說我要告訴他說 就是我的這個弟弟 他非常害怕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現在目前所有對話都是我製作主張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要把所有風險轉嫁到我身上 我不要讓他有針對我當事人的機會 再來就是因為我考量到 畢竟我當事人的他的軍人的特殊身份 我進一步告訴他說 其實我這個弟弟 其實我現在要告你了 很多人看不下去要告你了 但是他到現在還在幫你說話 但是你還說出那麼多傷害他 然後讓他害怕的話 我覺得你這樣做不對 一方面我要把風險轉嫁到我身上 二方面我要讓他知道說 這個情況並不是對方所造成的 而且我當事人跟他還是有一定的信賴跟情感 但事上根本就沒有 事上根本就沒有 那只是我們談判的一個話術 當然這個女的就聽到之後 就開始緊張 我就說你要不要拍桌所聊 其實對方那個女的後來就 害怕 他真的害怕了 大概就試軟 然後就說是他不尊重女性 是他不繼續跟我發生關係 我就說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應該要你勤我願才開心 但你怎麼可以用強加於人的手段 我相信你會遇到更好的對象 你想要遇到什麼樣的對象 我幫你介紹 是 當然我也開始跟著放軟 像這個案件後來就慢慢慢慢的情況就降低 那當然還有後續就是 我當事人就在我的安排之下 去我所信任的心理智商所 去治療他的性成癮症 他有想要去治療 對他有去治療 他也有明確的病逝感 同時我也陪我當事人就是很長時間的聊天 那他也明確的讓我知道說他不會再做出任何傷害他家庭的行為 當然我們知道保證那個是沒有任何的效力的 我也希望他真的可以就是以後就是盡量避免這樣的狀況 是整個事情算是圓滿落寞 相信聽眾們跟我應該也都見識到了 直播哥設計的功力 是 我喜歡這樣的案件 是 其實這種設計說起來很巧妙 怎麼樣設計的像你剛剛講的 兩邊每一個環節都能夠設計的很好 讓對方其實覺得不是這位軍人傷害他 那又覺得對方還有替他講話 所以整個話術啊一切都要設計的很巧妙 也要在對方的同意之下 你們才會進行後續的行動嗎 當然當然 那除了這個案子之外 如果有時候這個恐怖情人啊 對方掌握到自己的一些私密照片的話 那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也處理過蠻多類似像這樣的案件 像有一名當事人他是一名網紅 他同時也是一個直播主 那直播主有很多種類型 有些才藝型的啊 有些是歌上型的 那他是那種戀愛型的直播主 什麼是戀愛型直播主 他就是跟他的斗內組去談戀愛 然後藉此來就是獲取更多的斗內的 那他有一位就是常常是他綁一的一名 就是大咖 是 那他們就有出去嘛 那兩個人就有一些比較親密的照片跟影片 後來這個綁一就沒有再繼續斗內他了 這個綁一是什麼 綁一就是捐的錢買的禮物是 排行榜第一的 然後就跟綁一會有一些聊天啊 進一步可能要約出去見面的這樣的一些 對他們真的有約出去 他約出去之後兩個人約會就有些親密的行為 可能當下他可能也沒有太防備 就在他同意的情況下 拍了一些親密的照片跟影片 可能他當時以為說這個男的很有錢會繼續照顧他 對 所以他就同意了 但後來他發現有親密行為之後 這個男的就不再捐錢給他了 不再買禮物了 他就覺得說 那我就想要停止這段關係 是 那這個男的跟他講說 我有你的那些照片 你如果停的話 那這照片會去什麼地方 我就不知道囉 就不知道囉 他就害怕 他就找上我們 後來我們就協助他處理這個案件 這個男的晚上很晚下班 大概原本預計好像11點下班 那天那個男的騎摩托車 安排我們公司配合的一個女孩子 在摩托車上面哭 本來以為他11點下班 結果他那天好像加班還是什麼 好像12點多才下班 你們不會哭了一個小時嗎 就哭一個多小時 我們的公司夥伴真的超厲害 他就哭了一個多小時 後來這男的就過來 就問他說你在哭什麼 因為其實晚上人的防備性會降低 而且看到就是一個嬌小瘦弱的女生 他這男的問他說你在哭什麼 他就剛剛講說 我從屏東上來找我男朋友 結果男朋友他家發現有別的女生 然後我就出來了 但現在晚上也沒有火車可以回去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童年客運 然後這男的就說好啊 搞不好他想說 就是可以認識一個可愛的女生 那這個就騎車載我們這個妹妹 然後我們妹妹就開始從後座抱住他 抱住他 這個男的開始心緣義馬 對不對 心話怒放 我們這個女孩子就告訴他說 我可不可以就不要回家 我想要去喝一杯 這男的想說太好啦 機會來了 這天上掉下來的十大禮物嗎 他就覺得說厭福 然後就跟我們這名女生去Longer Bar喝酒 我們這女孩子開始喝酒 我們這女孩子酒量超級好 反正就把這個男的就是灌醉了 灌醉這男的就這女的就說我要看你 我們來合拍照 兩個人就是點貼臉自拍 自拍之後講說那我要看照片拍的怎麼樣 那看就說那我要看你照片 手機裡面有沒有其他女生的照片 這男的就說好你看 他已經喝醉了 後來他就看 其實的確看到就是我們委託人的照片 就那一天的 對就是那些照片 那女的就說不行 你為什麼跟你手機裡面不能有別的女生 你只能有我 他是男的已經喝醉了 暈淘淘的就說好啊沒有問題 刪掉 就刪掉一一刪掉 刪掉之後他就說你在iCloud會不會有備份 你在OneDrive會不會有備份 你在Google Drive會不會有備份 這男的就說沒有 他就說不信打開來看 確實沒有 可能的雲端存屬空間我們都確定沒有 並且都刪乾淨了 這樣子我們還是不放心 因為我們考量到手機的資料 是有可能還原的 那就是在他們在喝酒 就是酒漢爾熟之際 我安排另外一名男性調查員 就把這個男生的手機給順走 好順走之後 再來把這個手機拆碎拆爛之後 然後分開丟到各個垃圾桶 讓他完全沒有救援回來的機會 那但這個男的就是離開浪居吧 就開始找手機 這女的就說你不要找了 你說我們今天那麼累 我們去旅館休息 這男的去旅館休息 這女的就在旅館就是灌他酒 這男的就是喝醉睡著了 我們的妹妹也沒有被占便宜 那隔天早上起來 我們這個妹妹還 就是我們還非常好心的送他一支最新的iPhone 好就說你手機不見了 我陪你一支 不要說陪就是我疼你 我秀秀你 我送你一支新的 他一定不知道是我們弄的 我送你一支新的 那男超開心 我丟了一支舊手機 結果還得到一支新手機 那這個按鍵就順利的告一段落 然後我們委託人可以放心 所以遇到這樣的恐怖情人 哪怕是這樣子身經百戰的直播主 像他專精於這樣的戀愛手段 對 我覺得是手段 對他的職業 他都不知道該怎麼去應付了 只不過像我們有很多聽眾 他們遇到恐怖情人 也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會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的話 會怎麼樣採取行動 會好一點 第一個還是不要升高衝突的態勢 尤其在你跟他獨處的時候 因為很多對方 都是有情緒控管障礙的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說你貿然去採取一些 身高態勢的動作 或言語 那可能會遇到一些危險 所以當下先盡量的去保護自己 然後不要去用言語啊 或動作去刺激他 先配合他 暫時的配合他 然後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的伴侶 部隊長期有恐怖情人的特質跟現象 好 但是你可能礙於各種原因 你暫時無法離開他 那我希望你就持續地 只要一見到要碰面 你就把手機的錄音打開 或者是準備其他的錄音器材 好 當然不要被他發現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不要讓你的恐懼去喂養他 如果你已經順利的離開他身邊 譬如說 可能你現在回到你自己的家中 你是安全的 你要明確地告訴他說不行 你不可以再继续这样的行为 那目前跟骚法也已经成立 只要是跟性与性别有关 只要他是持续反复的 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去报案 同时你可以请警方开告诫单 必要的话 你可以申请保护令 所以说各位朋友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 最重要还是你要有决心 你要下定决心离开他 其实很多案件就是对方 尤其男性的恐怖情人 他告诉你说 如果你离开我 我就要对你不利 或对你家人不利 各位他们永远欺负的 就是那些他们能欺负的人 那再来就是住家 很重要 做住家的 一定要检测看看住家 有没有被安装真空 还有自己的汽车 摩托车 车辆 有没有被安装追踪器 或其他的定位器材 然后再来就是锁 一定要换 因为我们遇过当事人 可能锁没有换 被对方闯进来 或他行动都被掌控 他去了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方就尾随上来 他根本跑都跑不掉 对 有时候自己的住家地址 被知道对方持续来 这我又该怎么办 我觉得逃避并不可耻 我们先躲起来 先换住所 因为这时候一定是避之则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把 你曾经被恐怖情人欺负的事情 跟你下一任交往对上讲 为什么 很奇怪 就是很多我们当事人 他离开了一个恐怖情人 下一个遇到的又是恐怖情人 这么奇怪 很多人他找对象都是有些共通点的 是 尤其在当你在陈述你被恐怖情人欺负的时候 你可能在陈述的过程中表现你的害怕 那可能当下对方好像表现得很同情你 好像跟你保证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你 对 但是有一天如果你们吵架了 或者是当你不听他的话了 他可能脑海中突然浮现 你陈述恐怖情人的时候 你害怕的模样 那他就想要让你害怕 他想要让你听话 他想让你顺服 他可能就展现出那个样貌出来 他可能自己本身也没有意识到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有遇过恐怖情人 请你不要跟你可能的交往对象 或已经的交往对象 去陈述这些细节 去陈述这些过往 没有必要 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我觉得我自己相信人性本恶的 那有时候是这个恶有没有被勾出来 对 那可能你觉得对方是你的新人男友 想跟他想这样的一些过往 想跟他倾途自己过去那些不平 但是反而是勾出对方的这个恶 原本对方没有这个意识 不知道这样的手法 没错 我认为有一种犯罪 其实跟恐怖情人犯罪很相像 那就是仙人跳 因为原本我以为对方是真命天女 那温存之后 对方就瞬间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这类案子会不会直播哥也接触过 有 其实仙人跳的案件 我们也做过蛮多的 像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 就我们有一个当事人 他长得帅帅的 他是一名有钱的帅哥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 他不想要谈恋爱 但他还是有性需求 他就习惯就是透过 寻花问流的方式来解决 那他有一次寻花问流的对象 是一名孕妇 他想说哇天哪孕妇 那个期货可居 那他就两个人进旅馆之后 他就去洗澡 洗澡的过程中 他听到好像门把有转动的声音 但他可能没有想很多 他就继续洗 那当他洗完澡出来 可能什么事都还没做 就一群飙形大汉冲进来 二话不说就把他压在床上揍 进来的其中一个人就宣称说 这名女性是他的老婆 他就说你竟然意图要睡我的太太 你要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处理 其他人旁边帮枪嘛 因为他也是个老实人 虽然说有钱 虽然帅帅的 是个老实人 那后来他们就 让我们这个当事人 把提款卡提出了20万 还用他的信用卡 刷了一次 当时最新的iPhone 还要他签了一张 100万的本票 当事人去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是告诉我们说 他觉得 这个100万付了也没有关系 他觉得没有关系 他觉得反正发生就发生了 当做花钱买教训 但他告诉我说他害怕 我如果付了这100万 会不会对方 是谁滋味要更多钱 我告诉他很有可能 本来就很有可能 因为他们难得遇到一只肥羊 他告诉我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就说 那我们来陪你去跟对方谈 那去跟对方谈之前 我们就先来调查一下 对方的相关背景 那后来我们了解到 对方是一群 隐君子 是一群毒虫 吸氨贝他命的那一种 那后来我们就了解 对方其实没什么背景 就是那一种 就是为了吸毒 什么都敢做的那种 就是想要那些人跳 对 那后来我们就陪 就在约定的时间 陪我们当事人去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没有出现 就是我们当事人就 他们约在一个地方 好那我们看到 对方出现了 好那我们经过当事人 确认说就是对方了 那我们就一拥而上 我们就刚刚讲说 那个兄弟 你钱拿走了 卡也刷了 iPhone你也拿走了 我觉得你也犯了强盗罪 我们现在也没有说 要对你怎么样 你就要把那张本票还回来 之后不要再骚扰 我们当事人就好 当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宣称说 当事人是我们的亲友 对 他是某某兄的孩子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好 对方还在那边 批佩车 就说 说那个碎我老婆 碎我老婆 断他手脚 也是刚好而已 之类 说出类似像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人就是想说 你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本票还过来 还过来 对方就开始 就是嘴巴一直在 不干不净 不干不净 我们就开始揍他 对我们就直接开始 把对方就开始 就揍 是 当下 当下那个地方 是没有监视器的 因为他们 本来就想要找一个 没有监视器的地方去做 他们也是非法行为 他们也不敢 对他们就故意找一个 没有监视器的地方 我们就揍他 就把他揍 揍得很惨 揍得很惨 对方就开始 换对方 就是挨爸哭母之类的 那后来这个案件 就是他们 这些毒宠 竟然敢跑去警局 告我们伤害 这样子 但我们早就在 我们预想之中了 是 因为伤害是告诉乃论 同样的我们也 自己揍自己 然后去验伤 我们也告他伤害 反正当下那边 没有监视器 那当然我就 就让我们当事人 去告对方强盗 那 现在那些人还在关 所以其实很多像 类似像 不管是仙人 跳舞恐怖情人 其实我们的当事 很多时候 他是需要一个 一个人去撑住他 护住他 让他知道说 一切都会没事 一切都会过去 不要去担心 很多事情 都可以透过 这样的方式解决 其实案件 听众们听到 应该会觉得 有一些关于 踩到法律 也就是 私刑正义的这一块 因为对方 算是一群毒虫 并且用仙人 跳的手法 去诈骗这一位帅哥 因为说不是诈骗 算是有点像是 强盗的手法 对 然后去剥夺对方钱 还要对方去签下本票 教训这样的人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说是刚好而已 其实社会上 有很多案子 都是这样子 可能我们在 爆料公社上面 会看到太多 觉得说 可能对方 对自己的女儿 怎么样 那我就去教训他一顿 不然可能 等待司法太慢了 不如我自己来 所以大家就会提倡说 不如我们就 来实行正义 又或者是说 像志博哥 你刚刚那样子 感觉也是教训 对方一顿 然后执行这样的 实行正义 这方面的话 志博哥 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我认为 今天我们 今天为什么 我们敢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肯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方法可以解决 或他不愿意 自己亲自去解决 那这时候 如果没有人 可以站出来帮助他们 我并不是要合理化 我的行为 错就是错 违法就是违法 但是 如果今天 为了当事人的利益 我们必须得去冒风险 不管是风险 是社会性的 或是法律上的 或道德上的风险 我们都愿意去做 只要是能帮助到当事人的 只要是我接下这份委托了 只要这委托是合理的 目的 最后的目的是合理的 那中间的过程 即使会 可能很多人会看不下去 觉得我们凭什么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做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对 另外我要进一步的讲 就是有些当事人 如果我们不去为他做什么 他的心理会一辈子过不去 其实像南韩有一种服务 就是反霸凌 其实像 就是亚洲地区学校 应该说世界各地 学校霸凌的情况都很常见 很多 台湾也很多 台湾也很多 那像南韩有一个反霸凌的服务 就是针对 可能小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 被霸凌了 对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 服务就是 去霸凌 霸凌你小孩的人 去造成那困扰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会在小孩子的 水壶里面加血药 或者欺负他们 或者甚至对他们的 生殖器官 或做出一些 骚扰或侵害的动作 是 那这些人 你说走寻常正常的途径 甚至很多霸凌的人 本身就是学校 校务人员的亲友 的孩子 或者是可能是 一些可能有头有脸 不管尬头啊 或者是名义代表的小孩 对 其实这样的情况很多 你说走寻正常途径 要去解决这问题很难 说实在真的很难 你要暴凌的人不再霸凌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是 像我认识一些可能兄弟人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是 就小时候 他课业很好 然后非常的非常优秀 但他就是因为霸凌 所以走上兄弟这条路 被霸凌的关系 被霸凌 我遇到好几个都这样子 因为被霸凌 然后他们走上兄弟这条路 甚至后来去杀人 因为他们想证明自己 他不想一直被欺负 所以其实像霸凌这样的事情 是可能会造成他一辈子的阴影的 如果没有人可以帮他 没有人站出来告诉他说 就是有人可以保护你 好那他就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武装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偏激 变得更什么 外界看起来的勇敢 是 但是如果就是当有人被欺负的时候 当然我这样 我的理论可能很多人不会认同 就是说 如果有人被欺负的时候 有人可以站出来去帮他 不管这方法是 可能不被现在目前很多社会 普罗大众所接受的 但有人可以保护他 帮他 很多情况就可以避免 当然我们的前提就是 我们不会造成对方永久性的伤害 都是可恢复的 我相信 只要能让我们的当事人 他可以心里获得慰藉 获得舒坦 对对方也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并且让对方得到教训 警惕 我觉得他不见得是坏事 是 其实志博哥所分享的 我相信不一定每位听众可以接受 其实包含有些观念 比如说 特别是私刑正义的部分 以我自己而言 我其实是不太喜欢的 因为像我自己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寻正常的管道 比如说是司法的途径来解决 但是我相信 有些东西真的是 或许我们不一定能够从 司法管道得到解决 或者是这样的过程 可能很漫长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必须得仰赖 专业人员的一些方式 尽管这样的方式 并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 对 那不管怎么样了 也希望说各位听众了 真的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理性一点 对 多想一想 或许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解决它 不一定要走这样的方式 对 或者是说 可以的话 真的不要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是最好 尽量不要 是 不管怎么样了 也谢谢志博哥 在这四集里面 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案件 那最后也是要帮志博哥 推下他的新书 谢谢 对 战人摩斯的万事物 其实我读了之后觉得 文笔真的是太好了 对 看了真的是很过瘾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去购买 那这集的我在安发现场呢 我们就谈到这边 也感谢志博哥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欢迎到Instagram 脸书 以及YouTuber的搜索订阅 我在安发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